谁呢 这是 庄严的敬礼 为那些赫赫的功 血染沙场的老兵 这是我们最崇高的敬礼 为平凡的坚守 为坚定的信仰 为血脉都得忠诚与传诚 他是真正的兵王 曾以兵死之躯 力歼四百敌军 足足打掉美军一个加强营 甚至还用重击枪 击落美军引以为傲的战机 可就是这样一个 战功赫赫的老英雄 却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 被埋没36年 甚至还被上门要债 他就是上甘岭战役 一等功获得者 蒋成 1988年 一伙面色不善之人 来到了重庆市河川区 龙兴镇的玉河村 他们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朝一个老旧的房子走去 那里是蒋成的家 有些看热闹的村民 也跟在这群人身后 往蒋成家走去 蒋成此时正在院子里晒太阳 听到门外吵吵闹闹的 正想起身看看情况 就看到自己院子的门被推开 他有些不明所以 紧接着 他看到那群人里的带头之人 走到自己面前 手里还拿着一张单具 而那张单具 都快伸到蒋成脸上了 为首之人 看着蒋成身上 洗得发白的衣服 抖着手中的单具 问他什么时候还钱 蒋成后退两步 仔细一看 那是银行的催款单 而上面的金额 更是高达2400元 蒋成连忙说会还的 已经在凑钱了 但是对于蒋成的说法 这些人并不太买账 一直催促现在就还 闻不全也得先还一部分 听到声音跑出来的一个年轻人 护住了被围在中间的蒋成 来人正是蒋成的儿子 他看到那张银行催款单 根本不相信这是父亲欠下的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父亲一生节俭 也从来没有给家里买过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欠下2400元 他正想和人理论理论 却被父亲拉了回来 他以为是父亲 不希望他多生事短 却没想到父亲大声说道 这钱是我欠的 我肯定会还上的 再多给我两天 我去把房子抵押了 说完又让自己的儿子 将存了好几年 才存下的1000元 拿出来先还上 儿子没想到 这钱真是父亲借的 于是他没有任何犹豫 将攒下的1000元 交给了钱来催债的人 拿到1000元以后 催债的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 看热闹的村民也四散开 讨论着蒋成借钱的事 而蒋成则在儿子的陪同下 拿着家里的房本 准备去问问房子抵押的事情 正是他这次露面 让蒋成这个名字 重新被大家认识 因为很少会有 像蒋成这个年龄的老人 来办理房产抵押 于是在处理相关手续的时候 工作人员特别注意了一下 蒋成的名字 王决英也注意到了蒋成的名字 他总觉得这个名字 似曾相识 后来在编写限制的时候 他在档案室里 看到了一封早已落灰的信件 打开信件 里面是一张立功洗报 而洗报上的名字正是蒋成 但这封洗报 却被退了回来 原因是查无此人 可怎么会查无此人呢 王决英又自此 查了一下信封上的信息 他才发现 信封上的地址写错了 蒋成是在龙兴镇 可填写的地址 却是新龙镇 一字之差 却是南辕北辙的两个地方 为了进一步 核实洗报上蒋成的身份 王决英立刻向上报告 经过查证 蒋成就是洗报上的 一等功获得者 而他埋藏了36年的功绩 也终于被大家看到 他是真正的兵王 曾以兵死之躯 力歼400敌军 坚守阵地齐天齐夜 更用重极枪 击落美军战机 可这样的英雄 却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 被埋没了30多年 因银行上门讨债 才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他就是上甘岭战役 一等功英雄蒋成 蒋成是1928年 在重庆出生的 小时候的蒋成 虽然生活在战乱年代 日子辛苦了点 但是好在一家人都在 也算平淡的幸福 但是1937年 卢沟桥事件发生 整个重庆 被日军的炮火覆盖 变成一片废墟 这一幕 在九岁的蒋成心里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从这一刻 蒋成在心里 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上战场 把毁了他家园的小鬼子 杀个片甲不留 他一直想要找机会参军 但因为种种原因 直到1949年 蒋成才如愿以偿 参加了解放军 参军之后 蒋成很快就成为了 机炮连的战士 本以为已经解放了 老百姓都能过上 幸福太平的日子 但是1950年 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 蒋成刚参军 就要上战场 他早就知道战争的残酷 但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候 体会并没有那么深刻 况且面对的敌人 还是拥有先进武器的美军 而我们不仅装备比不过美军 就连食物都比不过 曾有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说过 抗美援朝战争 是他打过的最艰难的战争 而蒋成 又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战动了400多次 并且还重创了美军的一支部队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上甘岭战役 又是最出名的一场 在参加上甘岭战役时 蒋成已经成为了 机炮连里的副班长 作战经验丰富 1952年10月 上甘岭战役 第一阶段的战斗正式打响 15军45师的战士们 最先到达战场 漫天的硝烟 和震耳的轰鸣声 响彻大地 蒋成作为副班长 和战友们一起接到的任务 使配合大部队 守住537.7高地 在和美军的对抗中 我们的战士浴血奋战 足足坚持了一个月 这段时间里 5600多名战士 壮烈牺牲 高地还在 但是前线的战士们 却所剩无几 11月1日 蒋成接到命令 立即赶往前线支援 11月11日 蒋成带领战士们 开始发动反击 作为重机枪手 蒋成需要负责 火力压制和掩护 但这对于装备落后的 我们来说 并不容易 且美军还切断了 我们的补给 这给守住高地 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 同时 还有美军的轰炸机 在头顶盘旋 战斗持续了很久 即使拼尽全力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彻底击退美军 蒋成知道 地上的火力 不是最麻烦的 麻烦的是天上的轰炸机 于是他架着重机枪 对准天上美军的轰炸机 就是一顿火力输出 美军似乎注意到了 下方蒋成的位置 一架轰炸机 直直地朝蒋成飞去 他的气浪震晕晕了 周围的很多战士 也在这枚炮弹下 壮烈其声 等蒋成再醒来时 感觉腹部凉缩缩的 还很疼 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肚子 被弹片划烂了 一部分肠子 都在外面露着 他艰难的把肠子 塞回肚子里 裹紧单薄的衣服 继续架着机枪战斗 他看到周围 横七竖八的战友 心痛不已 一枪怒火 全都从枪口喷射而出 他拖着兵死的身躯 又坚持战斗了许久 坚敌四百多人 在支撑不住 倒下前的最后一刻 他对准天上的 美军轰炸机 疯狂开火 那下盘旋许久的轰炸机 终于被打了下 蒋成再也坚持不住 晕了过去 幸好有战友及时发现 并送去抢救 遣回了一条命 因为在战役中的英勇表现 蒋成被授予一等功 1954年 一身戎装的蒋成 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来后 又在银房建设中 荣获三等功 一直到1955年 将称功成身退 收起了所有的荣誉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开始务农 毫不毫费 到那边 没毫费的 一路没毫费 这样想多大几个 这样想多出个证据 这样能够为人民服 这是一个中间 这是一等功获得者蒋成 在记者问起 是否后悔当兵的回答 他曾以重上之躯 力奸四百敌军 甚至用重机枪 打落美军战机 可他却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 被埋没了三十多年 甚至还欠下了巨额债务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55年 蒋成将自己一等功 三等功的蒋成 收好放在乡底 回到了老家重庆 开始带领大伙养残 这一养就是将近三十年 1983年 蒋成的家乡要修建铁路 已经55岁的蒋成 也积极报名参与修路 因为他知道 修路是对家乡好的事情 他一定要积极配合国家 支持国家 但是没想到 这路修到一半 却因为资金问题 而进行不下去了 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 材料还不够了 大家差点就料挑子不干了 蒋成明白这条路的重要性 他也不愿轻易放弃 于是他安抚大家不要着急 闲的事情 他来想办法 让大家放心干 由蒋成作为担保 大家放心不少 又开始认真干活 事实上 以蒋成当时一个月70块的工资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笔资金 没有办法 蒋成就去银行贷款 借了1000元 那时候的1000元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有了这笔资金 铁路顺利修建完成 工人们的工资 也都按时拿到 但是蒋成借的钱 却没办法按时还上 以至于到1988年 被银行上门催晒的时候 本金加上利息 已经涨到了2400元 最后将儿子攒了好几年的钱 再加上将老宅抵押 才还金 儿嫂在蒋成回家后 军功喜报 就往蒋成家寄来 如果地址没有被填错 蒋成的事迹 应该早就被人知道 但是因为两个字的差别 蒋成自己 又从不说参军的事 因此导致这位 战功赫赫的老英雄 默默无闻了30多年 就在今年1月5日 蒋成在重庆病逝 享年94岁